素姜 現在就派上用場了 要把它黏住才不會 要把它黏住 那這個就塞在縫裡面是不是 對 實在有沒有很費工 但是它這樣好處就是 它會連鎖起來 就比較不會說散開 對 那這個火可以幫它關小一點 損失就是不是要快火 一定要慢慢的 對 慢慢去燉它 現在都孫西最好 都差不多40分 那孫西才會好吃 然後它有切開的地方 我們要把它 這個幫它夾住 這樣夾住 它就會比較 比較會連鎖 對 這樣連鎖在一起 那你有 我們剛才有切兩刀 所以這邊就是要把它 兩刀夾在裡面 兩小坨就對了 蘇魚薑 對 它本身就有味道了 對 它味道很濃 然後你這樣子靠它的這個連鎖 來擺 擺它們在一起 它們融入在一起 因為這樣排了以後 我們損失要塞在中間 這個後盤可能太小 對 那不然就排在這裡 也可以 也可以 就太小 排在這裡 然後我們的量也蠻多的 對 我們就把它排在這裡好 好不好 我們嵌起 對 好 用這些就直接排下去就好 好 就把它直接 排一排 就隨時放下去 這樣就 這個中 比較好 因為這個下面 下面開尖 對 對 它們的中間 它們的中間 還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它們的旁邊跟旁邊 一樣 塞一點 一樣塞進去 等於起來才會 一坨 它們才會在一起 好 好像手拉手一樣 對 它們就是靠這個 對 粘稠性來把它們組合 對 OK 把它塞著 這就差不多了 對 好 塞住 OK 那這筍絲就可以把它拌進去 筍絲差不多可以 然後進去 OK 好 妳看到 妳會了嗎 我想應該 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 我關掉 剛剛好 隨時 OK 時間剛剛好 這個隨時就放中間 對不對 我們會加一點點胡椒 好 起鍋的時候加一點點胡椒 稍洗就可以了 稍洗一點點就可以了 好 這個加胡椒的味道會更好 好 好 然後我們把它裝進去 裝在裡面 把它 這邊可以拿過來 可以 可以 OK 那我們把辣椒的挑掉 只要它的味道 那並不是要辣椒 對 OK 剛剛那個 那個 瓣豆店 這個好像 哇 一拿出來就覺得 對 就覺得 哇 這個很大菜很 很震撼的感覺 對 這個 我們把它放上去沒關係 又加一點薑 切 是要緊 不要緊 但是你這樣做的話 最上面要平的 不然你扣過來的話 會翻盤 所以要把它 上面把它整理的平平的 好 不然會絕對會翻盤 OK 可以了 好 好 加點水去汆燙 來 好 好 那我們要把它弄好 就像 老師講的 一定要平 平 這個沒有平的話 你扣過來 你就整個全部翻盤 然後我們會把它 沒有補滿的 用素泥漿去補 把它 補滿 補滿 對 這個就是 靠這個再連 對 素泥漿 素泥漿 這個素泥漿 這樣補起來才會 均勻才不會翻盤 因為你沒有補平的話 等一下做起來一定會翻盤 對 這個是做扣的東西的注意點 就是這樣 一定要補滿 補平 這是一定的 你看看起來就差不多平平 一定要平平的 這樣平平的 然後整碗 這樣然後整碗再去 然後去蒸 那我們裡面那個已經做好 蒸好的 我們去把它拿出來 對 好不好 我們把成品拿出來 這個再放下去 放下去蒸 好 來 小心喔 那個很燙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做一道 其實是做兩道 等一下大家也吃得開心 這個來換回去 好 這樣就OK了 這個直接這樣蒸 對 蓋上蓋子 對 蒸的時間差不多要30分 40分 這樣就可以 好 那這個已經完成了 它已經有 嗯 比較會快 蒸起來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扣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是最好 是先把這樣蓋起來 然後晃過來 你不要整個拿著扣 你等一下全部都完蛋了 對 非常的小心 來 把它扣起來 好 好 這個太燙了 太燙了 你不要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等下湯都灑到你的臉上 你就變燙傷的 對 所以這個東西要拿 要很小心 一定要這樣子 這個下面的東西都鋪好 對 對 你要控制的剛剛 對 然後一手壓這邊 這樣壓好 對 看你要放在哪個點 你就把它 放在哪個點把它鋪好就可以 哇 非常漂亮的當歸 是不是 好 就 一樣就是要把旁邊這些 都補好 都黏住 都黏住了 它才會有這個造型 他剛剛有魚漿 素魚漿就是靠黏著的 這樣做起來一個 菜就非常的完美 好 那我們現在就等那個 水開的時候 開好以後 穿燙一下 我們燙個東西 燙個青漿 它會顏色很漂亮 擺盤 擺盤 你不用青漿 葉花菜也可以 都可以 葉花菜你就把它擺個圈圈 冬天青漿很多 青漿葉花菜都很好 都很棒 對 這個放下去 好 這個很快 再把它蓋上吧 比較快 比較快 我們加一點點那個 那個鹽 鹽 它這樣青菜會比較好吃 對 對 要不要加一點點油 比較涼 這個 這個汆燙任何東西 加一點油 一點鹽的話 這汆燙起來的菜就覺得 哇 很漂亮 比較金頭 對 要把它蓋一下嗎 好 這樣要很快 來 很快就OK了 好 那我想等一下還有一個動作就是 要調一點 要調一點點 那個 太白粉 我們利用這個時間 來調一點水 做太白粉 等一下 因為要淋在上面 要有一點點黏稠性 對 太白粉或是什麼粉 其實都 都可以 只要 玉米粉也可以 都可以 只要它那個 手機粉 都可以 就一點點 有一點點那個黏稠性的就可以 我們這邊剛才有一點太白粉 我們就用太白粉 對 好 OK 這個我想已經差不多 差不多 可以打開蓋子 其實它燙一下就可以了 對 這樣就OK 這樣翠麗就好了 所以現在的青薑有兩種 這種改良的比較 比較厚 時間 可能要多燙了一分鐘 對 那你排什麼造型 許仔麗 真的是 好 哇 真的很棒 所以素食可以做多少菜 我看你也不知道 素食可以做的樣子太多了 我想到現在開始教素食到現在 可能有做一兩百 一兩百 很多菜 所以這些當然要用心的去學的貨 老師比較辛苦 雖然不敢說大菜 但是我想每個人對素食的概念就非常的充足 對 就可以在家裡 就不會說 素食怎麼這麼難吃 我想就會做得很棒 好 OK 剛剛好 阿里有夠厲害 不然算得剛剛好 一個菜很圓滿很漂亮 對 利用這個時候 我們來做的 醬汁 醬汁淋在上面的醬汁 淋上去會比較漂亮 好 這個對 好 我們先把水 倒掉 倒在 那個鍋子裡 其實醬汁 調味也很簡單 就是不要很多 水也差不多 一點點能夠淋到上面 都有淋到就 半碗 半碗就差不多 然後一點點水 調一點點味道 淋上去 然後它這個蠔油 已經很重了 所以 一點點就好 只是一個感覺就好 要差不多半尺就好了 半尺這樣 它就顏色還有味道 它本身就夠了 那等一下我們就 讓它滾了以後 我們不加味素 也不加任何的東西 因為這些都有味道 因為它已經蠔油了 它本身就是 夠了 夠那個 味道都可以了 對 淋上去 好 很棒 那有的人說 我中間要放一顆香菇 也是可以 看你想要怎樣 自己的樣子 隨便你怎麼去變化 當過 就呈現在 大家的面前 大家要不要試試看 這樣很簡單 謝謝 謝謝 冬瓜粥 食材 冬瓜 青江菜 八角 素魚薑 香菇絲 筍絲 辣椒 老薑 調味料 鹽 胡椒粉 橄欖油 糖 素蠔油 做法 一 將筍絲於一旁汆燙備用 把青江菜葉子切斷備用 辣椒切斷備用 老薑切薄片備用 二 冬瓜去皮後 切成大塊狀 在塊狀上削兩刀 不要切斷備用 一旁將汆燙好的筍絲切斷 三 將切好的冬瓜下鍋油炸 炸到皮有點乾即可撈起 四 起油鍋爆香八角 老薑和辣椒 炒香後撈掉八角 再放入香菇絲 筍絲 加少許素蠔油 糖 高湯或水調味 於一旁燜煮 五 將素魚薑塞入冬瓜中 圍成一個圈 將組好的筍絲 放入圓圈中間 靠素魚薑黏著 放入電鍋蒸熟 蒸熟後 用碗盤蓋住 再倒入盤中 六 汆燙青江菜 加少許鹽 橄欖油調味 燙好後撈起擺盤 七 加水與半匙素蠔油 調配醬汁 可額外調太白粉水 增加醬汁濃稠度 再加一點點芡汁即可 最後在淋上冬瓜上 即完成 哇哦 狗狗好可愛哦 但是 沒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愛 你可以選擇狗狗的品種 但是不用選擇的是他們的中心 他們缺的是一個機會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們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們 也渴望您的關懷 需要您的幫助 台灣救狗協會 由您一起 不持 救護 養護流浪狗 話播帳號 50016766 50016766 護明 台灣救狗協會 生命電視苗栗普提道場 舉辦傳授八關災戒 禮拜大解脫金 護生 點燈 購水 要貢 即甘露施時法會 恭請佔德法師主法 日期 2月6號星期四 上午9點 地點 苗栗普提道場 地址 苗栗市中正路621號 聯絡電話 037-336-026 037-336-026 法會備有消災超鍵牌位 供大眾填寫 生命電視台北生命道場 舉辦三十系列 點燈 供水 護生 祭祈福超度法會 恭請佔德法師領咒 日期 2月14號星期五 上午8點半 地點 台北生命道場 地址 台北市民生西路300號二樓 聯絡電話 02-2550-9900 02-2550-9900 法會備有免費消災超鍵牌位 供大眾填寫 聯絡電話 ốc bank公平 公平 地方